我途经纳布勒斯与我的主教会合 经过艰难的旅程 我在1743年9月16日抵达马托拉诺 我没有跟随主教多久 因为我发现在卡拉布里亚没有什么前途 因此拿着他的一封推荐信 去桑塔安娜找一位简纳罗博士 这是个奇怪的人 他受托将六十度卡特金币交付于我 他邀我与他同住 好跟他儿子好好结交一下 据他说他儿子是个诗人 他向我提了许多问题 而且五花八门 这倒并没有叫我难看 只是我的每个回答 都使他从胸腔里爆发出一阵大笑 这让我觉得不大相宜 最后他说 现在我们去用饭吧 我们可以边吃边谈 此外我希望您能赏光住几个星期 我回答说 很遗憾啊 这不行 我最迟后天就得走 他问我 您的钱够用吗 我说 我估计您交给我的六十度卡特够用了 听了这话 他又一次笑了出来 说 我觉得自己的想法真是有趣 尽管您不能久住 我还是想尽量留住您 能留多久就留多久 不过教师先生 您总得慷慨一点 跟我儿子好好聊聊 他的儿子十四岁 是个蛮讨人喜欢的小家伙 他礼貌周全地接待了我 还向我道歉 说没能马上就来招呼我 是因为他正忙着完成一首诗 正等着印出来呢 我自告奋勇地要帮忙 他喜出望外 把我称作朋友 博士的家庭成员中 还有他的妻子 两个中日祈祷的老太太 以及一个并不漂亮的女儿 晚饭桌上 还有几位文人学者 其中有加利亚尼侯爵 还有一位颇有名声的 格诺维西先生 他跟我谈了很多 特别还谈到一个 跟我同姓的纳布勒斯人 说此人很想认识我 第二天 我见到了这个人 一见面 他就问我的祖籍 是不是在威尼斯 我说我的祖先是 不幸的马克安东卡萨诺瓦 他是红衣主教 波木比尤斯科洛纳的秘书 1528年死于瘟疫 我刚说完 他便搂住我的脖子 说我是他的堂弟 他邀请我和小姐纳罗 第二天去他家吃午饭 第二天 刚到他家 我这位可敬的堂兄 就忙着给我看他的家族术 他又问我这是打算到哪儿去 我告诉他 我很希望能在教会里 取得一席之地 这次上罗马去碰碰运气 接着他把家人介绍给我 我注意到 他妻子对发现我这位亲戚 并不觉得怎么高兴 饭后 我这位堂兄 安东尼奥卡萨诺瓦 跟我说 如果能允许他 把我作为亲戚 介绍给冯波维诺女公爵 那将是他的荣幸 于是我们单独谈了这件事 我请他还是不必费心了 因为我只有旅行的衣装 而且带的钱得省着用 他很喜欢我的坦率 立刻说 我有钱 请允许我领您去找采访 我握住他的手 满怀感激地回答他 我会做他希望我做的一切事情 于是我们去找了采访 第二天 我就拿到了整套 能配得上一个教室的 最雅致的行头 之后 安东尼奥和我的小朋友 鲍尔·简纳罗 带我去见女公爵 按照纳布勒斯的习惯 一见面 他就用你称呼我 他让我认识了他的女儿 一个十分可爱的十二岁女孩 临走时 公爵送给我一支烟盒 还请我参加第二天的宴会 从女公爵家出来 我跟堂兄和小简纳罗分手 到一家商店买了两小瓶 摄箱葡萄酒 准备送给安东尼奥和简纳罗 第二天 他们为这意想不到的礼物 向我道谢 又回赠给我一根手杖 把手是金的 至少重十五盎司 还有一套旅行装 一件金钮扣的蓝色大衣 把我打扮得华丽非常 在女公爵家里 我又认识了纳布勒斯最有学问的人 鼎鼎大名的莱利奥卡拉法 连国王唐卡洛斯也很尊敬他 他请我监督并指导他侄子的学业 可以攻击我相当优厚的报酬 我谢过了他 又请求他还是用别的方式帮助我吧 也就是请他给罗马方面写几封信引荐我 他一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就把推荐信送来了 是写给阿克瓦维瓦红衣主教 和很有影响力的乔治神府的 这件事触动了我的朋友们 经他们的安排 我居然有幸向王后陛下行文手礼 在他谦和地接见了我之后 我便准备动身到罗马去 我的堂兄安东尼奥 给了我一只漂亮的金表 作为临别赠物 还有一封写给 唐加斯帕尔维瓦尔地的介绍信 简纳罗又给了我六十度卡特 他儿子说要永远保持与我的友谊 大家一直把我送上车 用最美好的祝愿伴我启程 我们下个月的婚礼 请准备和地址 我后来有个月的婚礼 有什么启程中 我没有想要